大家好,今天是11月22日星期三 首先看看北水的情況 北水似乎現在有個憂心 流出的頻密度好像增加了 再次看看板塊方面升是哪些 始終煤炭是升得比較多 很簡單,冬天等等 黃金,因為最近金方面是甚麼 有些是硬硬,有些國家需求多了 再次看看銀行到這裏 地產還有少少微跌 沒有法子,雖然阿爺說要救地產 始終還不太相信 沒有法子,等等要看實際情況 再看看過股的表現 過股表現的始終表現得最差的 今天是小米,為甚麼呢? 因為花無百日好 之前說他很好,現在就變得不太好 接著有拜手,表現得比較好 還有美團也相應得比較好 當然,最好的就是 大家都猜不到那個 就是國美零售 這些是神經刀的東西 你夠膽就去買 沒有法子的了 還有一個是融倉 因為這個就是要救地產 這個受益者 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那個是 其子 其子暫時還有保利加通道的是 中軸和上軸之間的移動 也是很簡單 只需要不要跌破底部 繼續向上,向上,向上,向上 這樣就可以好了 基本上是看 是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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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應該比較多些機會是移動上上面的 只要一定要升穿了 18,200點 就有機會挑戰19,200點 月末來賺到19,200點 月末來賺到刻 月末來賺到極硬 月末來賺到極力 而營運 kommt 約不算很高 月末是8,200點 月末來賺到極力 ustom距順 極最喜歡佳 markets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其中有一隻可以留意的 就是九龍倉